各位老弟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会员金融科技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简单来讲一下什么是这个对冲基金Hedge Fund 然后来简单了解一下对冲基金的一些特点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Investopedia的一些解释 那首先呢Hedge Fund是一个什么? Aternative Investments 它是一个另类投资 那比较适合高风险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人群 同时呢会有不同的 他们会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非常高净值的人群和客户中募资一些资产 那么并且通过一些Different Strategies 不同的交易的策略 来创造一些主动的管理的一些回报 或者我没办法说 在这个金融领域都叫Alpha Alpha就是这个超额收益的意思 超额收益呢就是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比这个股市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股票的大盘回报更好 那么多的部分这个叫超额收益 叫Alpha 那同时呢 这些高净值的投资者呢 他们一般来说都会符合某些要求 比如说可供支配的 或者可供投资的资产 可能要满足每年可能300万 那么可能个人的年收入要在50万以上 那这样他们呢才会有对应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对冲基金呢是不能像这个没有类似资质的可能一般人去公开一些募集资金的 那同样的这个对冲基金将会用了很多的我们讲说这个金融的杠杆 也就是说你会什么叫杠杆 其实就是Borrow Money 就会用借来的款项去放大你的收益 那么潜在的对应的也是更大的风险 就为什么对冲基金本身它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法律框架 同时也是这种这种形式 那同时呢对冲基金有各种各样的会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包括外汇包括股票包括ETF包括这种金融衍生品 这种Derivatives类似这种Options 期权或我们讲说选择权或者是说类似的这种牛熊证或者是Rates 不同类型的这种衍生工具 会应用在这个对冲基金的策略里面 那同时呢可能在国内的市场或者是国际的市场去 在全球来去创造一些超额收益 那可能就和我们一般去银行投基金不一样 那这个对冲基金呢它会有一定的资金的要求 那么同时呢它比较的激进 但同时对应的收益会比较高 那我们去银行柜台就你去投所谓的基金也不太可能给你翻倍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对冲基金的一些定义 那同时对冲基金同样的受到这个不同的地方的管辖 比如说在香港的regulation里面呢它就需要只有四跟九号牌 那美国呢对应的就是这个SEC的这个限制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hedge funds are generally only accessible to accredited investors 就是说对冲基金仅仅对高净值的投资者开放 因此呢对冲基金虽然受到SEC的条例的管辖 但是呢它的基金呢并不会像SEC这样高度的就是一般的基金一样高度的受限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的 那所以说形成了这个对冲基金的话呢 它的监管呢也不会像是ETF啊或者是neutral funds啊 各种基金啊这种不同的基金的形式一样 天天的都要去发布一些可能是annual report 或者是这个是年度的一些报告或者是 当然年度的报告会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13F上面去进行一些公开啊 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比较灵活的 那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对冲基金呢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 那么是主动进行管理的一种另类投资方法 那对冲基金呢也有分各种类型的派别 那最早的时候这个对冲基金呢也是有这个巴菲特的这个 应该说是巴菲特的一个师兄吧 叫做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 其实叫Alfred 然后Winslow 然后他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投资的framework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到呢 有相当多的高净值投资者 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也是应用对冲基金这种法律的框架 那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赚取很大的财富 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刚刚讲的Alfred Winslow 就是我刚刚讲的Alfred Winslow的话呢 他其实是这个 算是这个巴菲特老师 也就是Benjamin Graham的一个学生 也算是巴菲特的师兄 Winslow Jones 开创的在1949年开创的第一个这样的法律的框架 那同时呢 他也是 他最早的时候 他是一个财经记者 那么在这个格雷厄姆这边去上他的这个投资课 那巴菲特呢 同时也是在这个格雷厄姆这边上课的 所以是他们两个师兄弟的一些关系 那在1952年的时候呢 Jones将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式做了一些改变 从这个 我们一般讲GP叫General Partner 变更到这个Limited Partner 就是LP 那同时呢 把这个20%的这个分红呢 作为一个奖励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Incentive的一个动力 这个一般来说 你会看到Mutual Fund Manager 很多的Manager的话呢 比如说在公募基金呢 他是不一定 他是会有Bonus的 很多的时候 他们都是持有固定的薪资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的大胆 也是说希望让对送基金经理 能够更好的发挥他们本身的才能 那同时呢 也加入了一些更加激进的 比如说卖空的方法 那以后我们会详细的去解释 什么叫Short Selling 什么叫做卖空 什么叫做做空 那同时呢 就引入了各种各样的策略 所以呢 Jones earned his place in investing history as the father of the hedge fund 他成为了什么 对送基金之父 那同时在1960年的一个环境呢 是对对送基金非常的好 所以呢 就这个投资的模式呢 非常地成功 也帮助他的投资者 获得巨大的收益 那也逐渐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原来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在市场上取到一些不错的高额的收益 好 那但是这样的基金策略 并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效 那可能在1969年到1970年的时候 对送基金宏观上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好 那么在1973年到1974年 就是这个熊市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熊市的话 就是市场非常的不好 这叫熊市 牛市的话就是市场非常的好 在1973到1974的时候 这个基金呢 是有它的up and down 那这个在19 到1986年之前啊 就有两段的时期 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行业 并不是说特别的繁荣 直到这个 Julian Robertson的这个老虎基金 Julian Robertson 一个非常老牌的非常知名的 传奇对冲基金经理 那么它的这个对冲基金呢 变成了这个这个宏观 对冲基金行业的一个旗舰啊 同时引入了更多的这个交易工具 那所以说其实对冲基金的总的来说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上investopedia 获得类似的一些知识 那这边简单做一个梳理 首先它仅仅只针对高进制投资者 第二它拥有更多的这个投资的维度 接触到更多的投资工具 接触到更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 市场的领域跟范畴 那同时也需要基金经理 拥有更加过硬的专业知识 那同时对冲基金也具备高的杠杆 也是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质 那再来是它的这个非常著名的 220 rule 就是指这个2%的管理费 跟20%的这个后端的抽成 我们叫carry 或者叫incentive fee 就是这个你的收益的这个分红 那这个其实的话呢 包括啦这个有些对冲基金 明后会讲到会采用一些 像那些high water mark的方式呢 去进行一些计费 那基本上这期的视频呢 就简单的和我们的读者朋友 观众朋友简单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叫对冲基金 那对冲基金又跟其他的这种 投资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它的特性又有什么 那我们希望各位能够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订阅 然后关注 然后点赞 然后帮我转发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下面的 这个评论区进行一些互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